台塑集團在越南合進鋼鐵廠 昨天晚間驚傳公安意外 石工架從15公尺高處墜落 至少造成13人死亡 這當中並沒有台籍員工 由於台塑合進廠去年才歷經反中暴動事件 這次的意外也更加引起外界關注 今天南亞光電董事長王文潮表示 這是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 但是他強調並不影響廠房運作 也沒有停工的風險 最大的工程因驾倒塌 現場觸目驚心 上百名救護人員來回穿梭營救 台塑越南廠再傳事故 截至26號中午 至少已經造成12人不幸死亡 27人受傷 集團9人決策小組成員之一的王文潮 也對意外事件感到遺憾 在黃埔體是我們整體花包 給韓國的三星建設 所以它這個方面 不知道是在哪一個方面 出了問題 所以整個降落下來 發生這個很不幸的意外 2014年5月 越南與大陸發生零海主權爭議 台塑合金煉鋼廠 在反中暴動事件之中 有四名陸籍員工在暴動中死亡 上百人受傷 時間平行沒有多久 如今再傳意外 尤其台塑已經在合金廠 赤資百億美元投資建設 意外事故更可能牽動 年底的投產進度 那因為它這是說港口的一個荒波體 所以不會影響到我們其他 我們自己在做的這個其他部分的一個工程的進度 所以我們的工程都不會受影響 也不會有停工的這個考量 不會 這個因為是三星的工地 我們就我們割一塊地給它去施工的一個地方 台塑方面表示公安意外應該不至於影響工廠進度 而在發生事故之後 三星已經投入200名人力 搭配現場大型機具投入救災 預計今天就可清理完成 確認傷亡總人數 不過相關事故原因仍在調查當中 新台電視李晶晶 沈為彤這裡報導